將來警察權用在什麼地方 立法院如果說 這個發生任何的紛爭的話 到底可不可以使用警察權 葉元芝跟王定宇為這個事情吵架 葉元芝貼臉跟王定宇互罵五分鐘 王定宇說他可能被罷免的壓力大 所以在跟我吵架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立元走廊互噴口水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國民黨立委葉元芝從警察權 一路吵到罷免 罷免是王定宇號召的 王定宇在節目上說 號召大家罷免葉元芝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可以號召罷免反朝著國民黨立委 藝人一句戶嘴情緒一次性宣洩 全議員芝早就不滿王定宇兩週之前 發文指控自己 在517民團包圍立院那幾天 主張動用警察權 剛好兩人在立院茶間 葉元芝正面對決 警察權只能在院內 結果你不去民眾 我敢說我不敢 我說拿菜刀切西瓜 他說我要拿菜刀殺人 我們對話一下 不然各說各話 我問你 我問你 我只跟人對話 我叫你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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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控對方動手 兩人吵鬧聲 從立院角落傳到議場門口 互噴超過5分鐘 會不會去承你私得的問題 你如果要承私得的問題大家 我說警察權保護 四個月的立委 那我走過去的時候呢 他就拼命冷眼了 我是還以為他傳染到黃國商病毒 那邊是吼一直叫 有別有過往 吵架多在議場上 如今國會處處都是戰場 我會被告 你會被告 我會被告 我已經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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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什麼吵那麼兇 淑慧 那是這樣子喔 就是 有一次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 在打架的那幾天 然後民進黨有要去包圍這個韓國瑜 有去推擠有去拉他嘛 所以有一次越元之就說 他覺得韓國瑜如果在必要時候 要動用警察權 其實是在維護他自己的 院長的安全 或者是這個院會的秩序 但是王定宇在節目上 就講得很煽動 就說你看 越元之要叫 那個韓國瑜動用警察權 去鎮壓那個 青鳥活動的那些民眾 事實上我覺得 我覺得身為立法委員 跟名嘴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是資深的立委 你是非常熟悉法令的 根據我們立法院的 警衛勤務規則的第五條 立法院內的警衛人員 可以因為院會的主席 譬如說院長或是副院長 或是委員會的主席的指令 進入會場執行警衛這個勤務 所以很清楚的是 立法院內的警衛 只因為院會的主席 或是委員會的主席 進入到會場內 維護會場內的秩序跟勤務 所以他壓根不可以 對立法院那一道紅牆之外的民眾 去進行任何公權力 因為他就是院內的警衛而已 只要到院外一般街道上 那就是台北市警局 那就是警政署市警局的責任 對 所以今天王定宇 他身為資深的立委 他顯然是知道這個規定 但是他就是刻意去扭曲別人的話 這已經不是王定宇第一次了 我跟王定宇也有同台過 每一次聽他可以這樣睜著眼 說瞎話 去把白白薄 黏到黑 我的那個眼睛 都快要翻到後腦勺去了 我覺得不必要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原資跟 向來他是比較溫和型的 因為他比較常上 這個友台的政論節目 所以你也沒辦法在友台 這樣子噼哩啪 六打一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今天會這麼生氣 是因為他有很多這個言論 已經被扭曲了 事實上我覺得這一波 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已經從之前通過到現在覆議 已經鬧了一個多月了 新政府上台從520到現在 也剛好一個月 我覺得非常訝異的是 任何一個新政府 上台的前三個月 是最關鍵的蜜月期 尤其是少數總統 他為了要扭轉那個劣勢 他應該要陽光正面推出新政 然後擺出一個海納百川的包容的狀況 假孽要假三個月 但是賴清德連三天他都不願意假 還沒有上任前 他就已經叫民進黨立委要反手為攻 於是開始立法院就開始 這個不間斷的 不斷的攻防打架抗爭 然後場內場外全部都在動員 然後上任以後這一個月 我們看他520就職的時候 他講台灣有哪一些問題 他講他連進竹太空他都講了 打炸 然後低薪高房價 都是他說的問題 社會安全網 可是他這一個月他做了什麼 整個行政院團隊都無所事事 然後行政院長在忙著提複議 所有的立法委員們 藍綠白都一樣 還在糾結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雙方在街頭動員 請問一下我們的執政黨 現在完全是不管什麼 當家不鬧事這件事情 他完全奉行的是一件 當家不做事 當家就要鬧事 可是更吊詭的是 根據T台的民調是 藍綠白三方的立法委員的表現 滿意度都各增加6% 也就是說讓民進黨這個執政黨 他嘗到甜頭 我鬧事沒有關係 我換回我的支持者 我換回我的基本盤 所以接下來國會改革 只是第一炮而已 接下來的四年 賴清閣的執政風格 就是會不斷的鬥 不斷的鬧 王宏偉也被清了行政點 要罷免 王宏偉說 沒在怕 而且我已經鎖定無私要陪我 你要罷免我 我發動罷免你 大家來 另外民間所謂叫 經濟民主聯合會 他們說想要選縣市長 一定會被民意教訓 就是說他們點名 五個不分區的國民黨委員 張家俊 張家俊 王玉銘 謝龍介 柯智恩 蘇清全 說你表明你們這五個人 是不分區 不會被罷免 兩年以後 到時候你們想選縣市長 報復的時候就會來了 羅志強說 雖然民進黨的宣講 只針對他的事成支持他的選民 也不可輕忽 因為罷免只要兩成五就過門檻 所以他事成如果都動員的話 也就過了兩成五的門檻 就會變成這樣子 事實上民進黨在各地的宣講 那個我是覺得 基本上就是造謠大會 也不是沒有跟你講說真正裡面 這個視線內容如何如何 基本上就是說 這是什麼 習近平叫國民黨 民眾黨兩黨 做這個有助於抗衷寶台 國會改革跟習近平 幹他什麼事情 習近平搞得清楚 什麼叫國會調查權 我想我心裡也搞不清楚 所以就是變成全國造謠大會 這個目的 我覺得也不是真的跟中間選民喊話 因為中間選民也不會去聽這個 因為他靠著每天訊息 甚至中間選民根本不關心這個事情 我怕很多人在講 你到底反正在吵什麼 每天在打什麼 然後這個調查權 但他們對一般人有什麼影響 事實上一般人還就覺得 你們就在吵在鬧 他只是要把自己那個4%的人 40%的人鞏固 鞏固起來之後 40%在每個地方做什麼事情 都很好用 你40%擴散起來 在每個地方都會看起來很多 就會造成一個心裡面 還有一個畫面上 輿論上面的影響 他畫面上反出來就說 人好多 好像這個到底多少人 但隨便占全國總量 也許就4成 甚至不到4成 這就造成一個效果 所以他最後 明年是罷免戰也好 因為2月1號才開始 最多連署 罷免戰也好 未來其他的選舉也好 就把這基本盤鞏固 所以藍營這邊 其實要思考一下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基本盤 把他鞏固 雖然在民調上面 什麼高高低低 對藍的不滿意度 等等 我活到決定那個就參考一下 就參考一下就好 因為真正的選舉 不是靠現在的 政黨支持座民調來看 同樣的他說 你金和聯點名了幾個 同樣你給點名 未來什麼這些 陳丁飛 林俊憲 還有這些蘇巧惠 這邊也可能會去選縣市長 同樣就是一樣選票來去做教訓 所以現在雙方就包括什麼 我要罷免你5個 我要罷免你10個 就是一個心理戰階段 就是大家喊 誰喊得大 誰被嚇到 誰就輸了 就像這個chicken game一樣 兩邊都覺得 我們要撞撞撞 最後可能就會殺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輿論戰心理戰 明天早上也是 也是輿論戰心理戰的極致 因為大家知道結果在哪裡 但是大家不願意這樣 手上的這一些支持者會散去 因為民進黨的人也常要點頭 這個可以把基本盤一把換回來 對於當時國會沒有過半的士氣 打一柱強心針 就一直吃一直吃這個麻費藥 憲宇 其實你可以看 我們現在的國會到底帶給 現在我們這世代的年輕人們 什麼樣的希望 裡面吵吵鬧鬧 外面也吵吵鬧鬧鬧 然後我們民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卻沒有辦法提供完整正確的資訊 給所有普羅大眾 所以大家知道嗎 國會改革的這個法案 有六成的民眾根本不知道 到底你們到底在吵什麼 在鬧什麼 對於民眾來說 像我們就舉例好了 台北市政府 有台北市議會來做監督 中央政府 當然就是由立法院來監督 現在你們反的是什麼 你們反的只是 害怕你民進黨的權力被限縮 但是你卻可以把它扭曲跟造謠 變成是立法院要擴權 真的是這樣子嗎 如果今天每一個法案 每一個弊案 都可以藉由立法院 來去把它一層一層撥開 還給民眾一個公道跟明白 這叫擴權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他現在的狀況 其實他就在建立實力 我猜上週我就特別講過了 接下來的每一場選獎 最後都會變成什麼 抗中保台 沒有別的了 最後只會說 現在中共已經要侵蝕我們台灣了 他一直在認知作戰 現在到底是誰在認知作戰 現階段的民進黨 我不好意思 我說一個比較難聽一點 你們在借力使力 你們在借著中國大陸的力 在打台灣人的心 所以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不要這樣子互相抵抗 還有再次重申 作為台灣民眾黨 我們在雖然是小黨 但是在三黨不夥辦的狀態之下 我們現在有青鳥 我們有所謂的藍鷹 那我們白哥可不可以說說話 現階段 賴清德你到底是民進黨的總統 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還是你只是想要做你新潮流 新黨國的總統 要好好的看清楚 現階段的民意 不是只有你那40%的基本派 你要去看現在台灣 我們現在是整個被中國大陸 是在環台軍演的狀態之下 你還藉著中國大陸的力道來打台灣人 這樣子真的是我們要的台灣的現狀嗎 真的是民主進步嗎 真的要去好好思考 你要不要跟在野好不好 朝野要不要有個共商 台灣的經濟 你到底要不要把它重新復甦 如果沒有你就繼續內耗 民進黨就這樣子 第三任期就這樣被你民進黨 玩壞在你手上 我們還有什麼力道 去跟中國大陸對抗呢 我們要拿什麼抗中保台呢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 你們要好好想清楚 繼續這樣玩下去嗎 複議案如果結果出來是不成功的 你要怎麼樣對這一些青鳥 含著熱情 你要怎麼解釋呢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要好好想清楚 要繼續視線